如果你的物業就算是起了幾多 當那些人的流向是反方向的 即是說他離開那個地方的話 那些物業就呈現了沒有價值了 Location Location就是一個買樓的金科玉律 我們經常都會講的了 念口網 但到底應該 這個具體應該怎樣我們去衡量 那個物業 是真的我們是一個適宜去投資的Location OK 我們有沒有一些定律 或是一個具體的可以教一下朋友 其實你看回物業其實都是一個 我們叫做一個結果來的 前因是什麼呢 前因就是因為有一些我們叫人的流向 第一樣主要就是人流的流向 如果你的物業就算是起了幾多 當那些人的流向是反方向的 即是說他離開那個地方的話 那些物業就呈現了沒有價值了 我知道羅先生你去年都在 增持了惠州 是啊 惠州你又怎樣看呢 他好像我們講的 惠州 惠州去最旺的地方 最多人的地方 就是惠城 我們講的是 這個是20年前 那些當地都會有人聚居的 那個地方那麼大都會聚居一個城裏面 叫惠城 最旺的地方就是惠城 惠城區其實去到 其實都不是我們香港人可以買到的 為什麼 那我又不知道 只是知道那些香港人 廣澳同胞通常就是買十里銀灘 這樣 現在似乎都 不是他們 如其中那麼理想 我知道惠州 原來有成十個香港那麼大的 那麼 以前惠州 我小時候去的時候就覺得很落後的 但是 去年 我都跟羅船長上去惠州 去到 去到 一些 惠州比較核心一點的城市 原來都 不是想像中那麼落後 而且 都是有些創科 核心城市 核心城市當然是會有 江有量 有江有量 有汽車 有人流 有物流 我們現代科技用一些紅外線的探測圖 人多的地方會產生很多熱量 這個就是紅外線的探測圖 可以看到 這個就好像夜景圖 觀眾可能就未必看得很清楚那些細字 不過看到 有紅外線 紅色的地方 就是人口聚集的地方 我眨眼這樣看 因為 觀眾可能未必看得清楚 我現在眨眼看 看到就是廣州 佛山 潘嶼都有 少少 跟著 江門中山 都輕微 但就弱少少的 珠海 這邊都是比較弱 基本上 看到那個人口最差的地方 都是在 廣州為主 是廣州佛山 這幅圖其實這個是澳門來的 這個珠海來的 你看到來講 其實你看回 珠海 我們心目中說的珠海 其實 很多時候現在的人 說買樓的珠海 其實是在說 是在這邊的珠海 白色點的珠海 其實沒有人 其實人未到 未到的 完全未到的 好像我們上次去橫琴 跟志業羅船長 去到橫琴 就是見到 起到很宏偉 還有一個坦克 在門口 厲害 但是人 真是未到的 中山來講 你見到 中山你的故鄉 中山最旺的地方 有一點的地方 其實紅線 就是西區東區 西區東區 中山人主要 如果買樓 都是集中在東區 西區東區 但那裡都很貴 兩萬多 兩萬多 如果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香港朋友 其實我見到 這裏都是中山來的 落到這裏是中山來的 其實我們 叫朋友 其實去這些地方 去白色的地方 買這個 羅船長 如果買著一些 這裏白色的 騙區 叫做人未到的地方 那都真是要 要搜的 要搜的 我們再看回 其實大灣區 我們這幅圖 可以看得很清楚 後面隔壁 整個大灣區的地堂 其實來講 你見到紅點的地方 是整個大灣區 人口最集中的地方 好 我讀一讀出來 見到都是深圳 東莞 東莞 廣州 佛山 基本上 都在你幾個地方 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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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微有少少 惠州就是這個位置 剛才你所說 我們帶朋友去惠州買 就是買這個 紅色點的地方 換言之 所以真的不要輕舉妄動 有時候我們金錢 都真是 血汗錢 很辛苦 對 結婚 山仔 買樓 這些全部都是人生大事 如果 立戀買錯 都真是幾大鑊 九十年代 我都參與了國內的房地產 還要自己是買的 買的時候 那時候 大家都是這樣說 和大家的初衷 現在初衷都是 人有我有 到家 香港的樓價那麼貴 買不起 那裏有個 因為都是 廣州鄉下 老人家說回去 將來退休 買一些遠離廣州的地方 通常都是這樣 是的 有時候 如果沒有一個盲工竹 通常都是看廣告 去到見到漂亮 你知道在香港 很難買到一些 望海 或者風景優美 就會 落了搭 因為不了解國內的地方 那種 我們叫做 人樓物樓 和地方 那個 人口 就用了我們香港人本身的 自己的出發點 即是說香港 我這裏住 地方很小 上面就很大 價錢香港很貴 上面很便宜 就用了這個 表面的 判斷 其實來講 去了一些 人口未到 或者人口會離開的地方 當你買入之後 其實你過一兩年 你就很厭倦 厭倦的意思是甚麼厭倦 即是你厭倦每次回去 要抹一日的屋 才能夠再可以住一晚 第二晚就走人 跟著你 循環 循環了之後 其實來講 因為當地 其實人口未到 或者人口離開的地方 其實沒有當地的人 幫你去租 就算我不想住 或者我是日後 喂 我心想就說自用 但是子女的時候 將來要埋的時候 那裏原來都沒有人接手的 還有還有是甚麼呢 還有大量的一手樓盤 如果還有大量的一手樓盤的話 令到你的競爭力 就非常之低了 那我知道了 即是說 在我們買樓的時候 我們就要做功課 看一下那裏人口的樓向 還有剛才你所講的 例如有沒有創科 商業配套 另外 最重要的就是 你是不是真的 買房子來自主 還是投資 如果是 想升值 保值的話 可能 一些 成熟度 都很重要